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很冷 但比刚才像冰块似的好多了 凤九总算能放下些心 心头血还是有用的 又过了一刻钟 凤九欣喜地发现 他手指上的紫斑淡化了一些 总算能放下些心了 凤九守着冬华寸步不离 到天色暗下来时 冬华手上的紫斑已退到手指下 面虽仍然很白 但呼吸比较正常了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了 又过了两个时辰 凤九见子斑推到手背的一半后 就一直停留在那儿 知道刚才那小半碗心头血的药效已过 但冬华还是昏睡中 手还是凉凉的 凤九想了想 又取出长针扎向心口 勉强又取了小半碗血 他连续取血两次 每次都进最大量 全身又疼又虚弱 手抖着差点而完也拿不住 用尽力气又把这碗血灌进冬华嘴里 才软软地靠着他坐在地下 不住喘息 过了一刻钟 他才撑起身来查看冬华 见他的脸色已正常了一些 手背上的子斑又淡化了些 还又松了一口气 他担惊受怕了大半天 又取了两次心头血 实在支撑不住 坐回地下 靠着他闭上眼睛也睡了过去 冬华醒过来时已是凌晨 他动了动身体 还好 身上还有些力气 昨日聊完毒后 他已是强弩之末 力气全无 只得躺下来休息 不想一觉睡到这时候 不知有没有把小白吓坏了 又觉嘴内隐隐有血腥之气 心想难道又吐血了 第一次聊毒后因毒性过大也吐过血 这次的毒性也不小 不血也有不无可能 只是怕让小白受惊了 想到凤九 东华心里一惊 不对 这写的味道并不是自己的 他坐了起来 见凤九扶在他边 屋内柔和的明珠光亮照着他的脸 眉头簇着 看上去血色不足 有些苍白 东华在看看自己的手上 并无异样 但一聊起袖子 又看见那每次聊毒 而引起的子斑又出现了 但只蔓延到手腕上 从前引入的毒性 比这次还侵蚀子斑 都会蔓延到手指上 这次为何只到手腕上 东华想着这个问题 想起自己嘴内的血腥 顿时恍然大悟 是小白取了心头血为了他 大概还为了不少 才消解了部分毒性 想到凤九取心头血 需忍受的痛楚 东华心疼不已 忙起身 轻轻将凤九抱在榻上 凤九睡得无知无觉 静也没醒过来 东华躺在他的身边 小心解开他的衣服 果然看见心口有两处针眼 他眼力顿时泪一上涌 将他的衣服演好 轻轻他的额头 又试着用手指将他皱起来的眉间抚平 抱着他闭目养神 天大亮时 凤九才被屋外明亮的光线唤醒 他一睁开眼 就想起东华 急着刚要坐起来 就听到头顶一个温柔的声音道 怎么了 凤九侧身 见东华含笑看着自己 脸上也没有那么惨白 欢喜道 你好多了吗 昨天那个样子真是吓人 东华亲了亲他的额头道 小白 真对不起 昨天把你吓到了 我好多了 又摸摸他的心口处道 小白 每次都是你来救我 昨天又喂了我心头血 针扎下去疼吧 现在还疼吗 凤九摇了摇头道 不疼 我们九尾狐的心头血也解毒还真是有效 早知道 我取蝎直接喂给鸡横 免得你说这等苦了 东华抱紧他道 别胡说 他哪值得你这么做 以后再也不要取血喂我了 你往自己心口扎针 就是往我心上扎 这毒虽可怕 但我可以慢慢化解 以前都这么过来的 凤九问道 你把毒引到自己身上 是怕这毒如果不化掉 会伤害别人吗 东华道 是 这毒从体内引出后 如果不化掉 别人碰了又会中毒 我的血能解毒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我来化解此毒 凤九黯然道 你也太不容易了啦 东华转开话题道 你若还行 我们早些回去吧 在这耳耽误了这么久 我得赶着去青秋提亲 把婚事办了 不然老张人不知道我这个女婿 误把我的娘子许配给别人 我可怎么办 凤九听他这么说 心里甜甜的 叫道 你那古板的老张人要知道你这么贫嘴 怕是要拿大棒子把你赶出去的 东华做出怕怕的样子 贱进他道 若是被他赶出去了 娘子一定要救我哦 凤九假装抽气道 只怕你的娘子自身也难保 救不了你 东华就没到 那我只好带着娘子私奔了 带有了孩儿再回去 到时老张人也只能认了 说吧 不到凤九身上道 娘子我们要多努力努力 就指望孩儿了 凤九笑得全身发软 连推开他的力气也没了 两人笑闹了一场 一扫昨晚的阴霾 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启程出谷去了 东华从不让比义族人接应送往 一向静悄悄来 静悄悄走 简单亲近 两人纵连出了谷口 回首脚下的范英谷 心里都不禁感慨 凤九想的是阿兰惹和陈夜 当爱一场 却生离死别 现在在凡事不知如何呢 东华则目视妙一冤的方向 那是他黑暗的将来 回头看着凤九 这是他明媚的现在 有了现在 又何惧将来呢 东华和凤九因为身体都有伤 有些虚弱 所以行进并不快 两人也不介意 一边携手飞行一边看着下界风光 见或评论几句 慢慢往九重天而去 飞到半路 就看见对面一人叽叽驾云而来 一看既是仲灵 原来昨日熔灵把姬横送去续阳处后 又去了聂初营的洞府 把事情都办妥了 方才回宫 其料到了宫中 却不见他们两人归来 因之前数次疗毒后 东华身体都有极大的反应 令他十分担心 东华昨日疗毒后出了事 无法回宫 不宜早匆匆就往范英谷赶来 重林醒了里 见东华脸色还好 冬了口气道 昨晚不见帝君回来 重林顺势忧心 这次比以往毒性更猛 怕帝君跪涕有失 如今帝君无恙 重林这就放心了 东华点头道 本君尚好 但昨晚若不是小白以心头血为本君 今日你就不是在这儿见到本君了 重林一惊 看向凤九 见他脸无血色 当时明白昨晚其实挺凶险的 若不是帝基的心头血 帝君堪忧 取心头血虽无性命之忧 但疼痛非比寻常 重林第一次对这位娇美的帝基另眼相看 明白了帝君取忠他 不只是自己以为的绝美帝外貌和显赫的家世 他的确对帝君情深意重 为难之时愿意为了自己的夫君付汤导火 重林恭敬地对凤九道 帝后娘娘辛苦了 凤体可有不适 带回宫后要不要找医生把把脉 凤九被他一生 帝后娘娘叫得受宠若惊 成婚之后 这位太成功的总管 一直还是很恭敬地称他殿下 凤九也不介意 毕竟没有大婚级正式的册封 这帝后支撑 就连他自己也不愿意受着 对他来说 做东华的妻子就好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我们下期见